反习反党 老灯开奖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得外亲 我在节目中已经说过我不再讲国内的开车撞人案了 因为这些案子都太负面 讲这些案子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有很多网友提出反对 也有网友给我来信 说如果不讲这些案子 国内的网友便不知道有这些案子发生 因为中共现在越来越封锁相关的消息 看来还得讲 4月20号又发生了一起 是在重庆的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 于南大道9公里 一辆汽车冲撞行人 造成食人死伤 另外还有一则是我的爆料邮箱收到消息 也是我老家黑龙江的 有网友爆料 在哈尔滨 哈尔滨的地标性古建筑 索菲亚大教堂 昨天遭人纵火 火势蒙令 我们还是要声明 不赞成这种反抗社会的方式 冤有头 债有主 出门左转市政府 不撞人 学学杨家彭丽发 我们总说 初期要出英雄气 报仇只报天下仇 蹦劝这些人不要干没出息的事情 天快要亮了 不要在天亮之前做傻事情 打破中共的政治惯例 推迟修改 取消 废除中共的党规和宪法 在习近平时代并不奇怪了 这些事情 习近平也越来越集权 这跟他追求永久执政有重大关系 即便如此 本来应该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至今杳无音讯 依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种种猜测 有消息称三中全会很可能在今年6月份举行 根据国内的最新爆料 这一次三中全会很可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以后 进行第二次修宪 改变国体 实行国家主席负责制或者是总统制 分析指出 此前习近平2018年修宪 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 且退位无期 在中共党内与国内近视人心 其政治信誉早已破产 也必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消息称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再次修宪 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不是经济 实际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后进行二次修宪 改变国体 实现国家主席或者总统负责制 国务院变成纯执行机构 总理彻底沦位主席或者总统的行政秘书 这也是取消总理记者会的主要原因 我看干脆就恢复地质德了 把国民改为中共习朝 年号烂尾 在今年中共两会突然宣布取消总理记者会之后 有分析就指出 习近平屡屡打破中共的邦规 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如何强化个人统治 达到终身统治 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 在经过五年选择性反腐 扫平江泽民胡锦涛布置在军内党内的势力之后 习近平长期执政的野心彻底凸显 在十九大上打破不成文官令 隔代指定接班 在打破隔代指定接班的邦规之后 2018年1月18号 习近平突然召开中共二中全会提出修改宪法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 这是习为实现个人永久执政迈出的重大一步 把邓小平时代政治改革的唯一成果 取消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特地废除 为其二十大开启第三任铺路 2018年3月11号修宪通过 正式废除国家主席任期 2022年在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如愿以偿自我接班 开启第三任中共总书记任期 好种青一色都是习家军 所谓前朝势力 红二代参与团派通通出局 怎料不到半年 既然发生了外长青刚失踪 国防部李尚福失重 火箭军高级将领接连端锅的丑闻 这些高官都是习亲自过问 亲自拔拙的爱将 他们的倒台 引起对习近平统治能力的严重怀疑 经济不振 党内斗争 如何决策难以定夺 这种种因素 或许就是习近平为什么打破惯例 不召开赞中全会的原因 回看过去十年 可以清晰的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 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 把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 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 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 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实际上是从共和制倒退向地制 因而修宪的消息已经透露犹如屏蔽炸雷 立刻引发全球舆论海啸 历史已经证明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 结束皇权地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 早已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入人心 而被全体中国民众普遍接受 任何企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益的工具 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地制国家的人 必定臭名昭著 习近平2018年修宪 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 且退位无期 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 习近平不远世凯后尘 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 也不一定被定在历史的持鲁柱上 大家看新闻知道了 广东现在正在发洪水 而同时 中国最大的贸易不滥会 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 广交会是4月15号在广州开幕的 由于经济惨淡以及产能过剩 今年比去年参展的企业数量大幅坚少 整个广教会上弥漫着 阴郁情绪交易萧条 今年广教会的关键词就是低价 一些出口商表示 产品的价格便宜的好像大白菜 有任何订单都是好的 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当局对制造业的过渡 投资如果持续 最终买单的不仅仅是贸易伙伴 中共政府和银行同样也难逃其咎 而且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开始反噬 由于中国产能过剩 尤其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制造商陷入价格战 为争夺市场份额产品的价格越压越低 工厂长期深陷通货紧缩的困境 在今年广教会开始之前 香港大学教授陈志武对路透社表示 今年广教会的关键词将是低价 果然今年广教会全是低价 由于中国国内对商品的需求远低于往常 而且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严重 因此制造商必须降价 拿到订单实现出口 尽管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崛起 被吵得纷纷扬扬 但中国所谓的新三项产业 即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出口 仅占去年出口总量的4.5% 大多数工厂都不太先进 国内需求低迷 制造商陷入价格战 只有压低价格获得不多的出口订单 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3月份的进出口均大幅萎缩 低于预期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 4月12号发布的数据 中国3月份的出口总值 仅有508亿美元 同比下降7.5% 这是去年8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进出口数据的惨淡 削弱了人们对中国经济 在疫情后寻求持续增长的希望 广教会所呈现出来的现状也表明 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开始反噬 北京可能继续将超额储蓄投资于制造业 进一步吹升过剩产能 但最终买单将是中国的银行和中共政府 而不仅仅是中国的贸易伙伴 有人说看短视频也能长见识 最近看到短视频 内容是马斯克的星链火箭的回收过程 飞船从半空中缓缓降落 对准陆地上的起落架 飞船利用尾部出火的力度和方向 来校正准确的着陆位置 全部复杂的过程都是由电脑控制 不能出一点差错 否则就击毁人亡了 美国人在想的都是如何征服大自然 攻克高科技难关 他们极此广义 他们的高科技变出大成就 相比来说中国人都在想什么呢 习近平在号召全党学习他的狗屁思想 中国各级官员就屁颠颠地去背习近平语录 中国不停地在搞政治运动 修各种恶法 各级党组织要花大量时间来开会学习 中共强调社会管控维稳队伍 白天黑夜出动去抓人 中共上下都在做类似的蠢事 美国人却在做有前瞻性破天荒 改变人类命运的正式 究竟是东升西降还是西升东降 只看做人做事的态度就明白了 近日又看到一个视频 是经济学家温铁军在谈中国的债务问题 他有学生在县级市和乡镇挂职当官 现一级负债普遍都几百亿甚至上千亿 正一级负债也在数十亿甚至上百亿 基层政府未有拿土地抵押给银行 向银行借钱还利息 官员流水一样来去 债务越积越重 地方政府以土地抵押借款还息 财政困难就转嫁到银行身上 这样的政府运作方式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但除此又没有其他活路 基层官员没有时间去解决 政府财政与民间难题 因为都在忙着政治学习 忙着镇压民间抗争 交警城管在街上欺压百姓 已成日常现象 有交警拦住一个年轻女子 要没收她的电动自行车 女子不服 结果被七八个壮汉 按倒在地上 女子大声呼叫 说有人抓她的胸部 有一个视频拍摄政府强拆 民众反抗 有人驾车碾压拆迁的官方人员 旁观的百姓都大声叫好 政府暴力压迫与剥削平民 百姓深受疾苦 眼见其恶 对政府官员恨之入骨 官民矛盾冲突 无日无知不断升级 习近平正在做的事情 便是不断为自己挖坑 经济恶劣 应该疏解民困 减少民怨 习却反其道而行之 做更多不得人心的事 积累更多民间仇恨 某城的交警 几百辆摩托车开进市区 准备大规模执法 没收来的电动自行车 黑压压的堆积在矿地上 低价转卖去外国 那些骑车上下班接送孩子 做快递送餐的小老百姓 你叫他们怎么活 他活不下去 他们能让你活下去吗 温铁军提到最新的社会问题 便是由南到北 中国民间正在被高利贷绑架 普通人借一万 要还五千的利息 而这笔利息 在取到借款时 就要预先扣下 也就是说 你借一万到手的只有五千 另外五千 也被当做利息提前扣除了 高利贷盛行 即使有相当多的人 已经没有正常的借款渠道 可以解困 没有借高利贷来度过一时的危机 高利贷当然不是脱困的途径 但是人被逼到绝境 唯有出此下车 出此下车 即使把脚锁套到自己脖子上 习近平现在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这条路便是不断糟蹋中国经济 然后扩张维稳队伍 经济崩坏 百姓活不下去 就要反抗 民间反抗政府 就要动用武警公安实行镇压 民间反抗规模越来越大 手段越来越激烈 政府的就动用更多的军队武警 动用杀伤力更重的武器 官民对抗的暴力不断升级 最终耗尽政府的资源 政权的崩溃便从基层发生 然后向上蔓延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说中共的经济危机 有没有机会演变成和平转型 所谓和平转型 当然是指中国大陆 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向民主化 时至今日 这真是相当幼稚的一种期望 要和平转型 能先立法公开官员财产吗 这一步已经无法走出去 能放开言论管制 让人民放心说话吗 这一步走出去 中共就要先破几十亿国人的咒骂烟没 地方债务怎么解套 楼市崩塌如何修补 失业人口如何安置 千头万绪 给你当习近平 你也只能住手就腹 习近平深知 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内外形势越来越恶劣 前进是死 后退也是死 他自己也躺平了 坐等历史的裁判 这个结局迟早来到 这是习近平的宿命 也是中国的宿命 更是中国人的宿命 欢乐欢景 还是让我们看一段视频 您好大爷 能采访您一个问题吗 你说 您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普通人的一生吗 普通人的一生 对一句话 盛世之牛马 乱世之炮灰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ismo产生 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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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